严重心脏衰竭不是绝症。 跨团队整合照护有成获奖。 严重心脏衰竭像绝症,只能等死。 不少老人家都有这样的传统观念,虽然严重心脏衰竭如果没有好好治疗跟改变习惯,五年死亡率逼近50%,比癌症还要高。 但是,目前透过冠状动脉疾病,CAT,跨团队整合照护,不但能救回一条命,还能稳定控制病情。 心脏衰竭最常见症状——泪、喘、肿。 心脏衰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泪、喘、肿、或夜晚忽然胸闷难耐。 心脏衰竭的高危险族群主要包括,患有三高,或有心脏疾病家族史的人,都是心脏衰竭的高危险族群,也必须特别注意。 严重心脏衰竭衰竭 1982年,做过心脏管制放支架,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也因心率不整问题制放心式无导线心脏节律器。 有一天, 病人呼吸喘,无法走路,连从客厅走到厕所短短路程都无法拜倒,也无法平躺入睡,生活大受影响。 。 经过国泰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耐心给予病人支持安慰,急跨团队整合照护,病人重视信心并积极配合医主用药。 。 严格控制饮食、盐粉、水分摄取与体重控制,每月固定回诊追踪,目前已稳定控制病情三年。 。 冠状动脉疾病照护品质十年有成。 货班追求卓越奖。 。 。 国泰综合医院理发昆院长指出,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团队是全国第一家通过财团法人医院评鉴。 即医疗品质测测会,医测会,冠状动脉疾病,CAT,照护品质认证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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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2009年通过后,十年来本院在心脏及各疾病领域上不断追求卓越,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在心脏领域方面除追求医疗品质,相继建制复合式手术室,成立心血管中心等,全面提升医疗品质。 开心手术累计气筋达9000例,各项心脏手术成功率始终维持高标,包括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成功率98%以上,心脏半膜开心手术成功率97%以上,急性大动脉玻璃手术成功率达90%以上等。 由于成果丰硕,3月28日荣获医测会颁发10年有成,追求卓越奖,表示医院追求卓越医疗品质努力,获得一致的肯定,并为患者带来福祉。 严重心脏衰竭向绝症,只能等死。 不少老人家都有这样的传统观念,虽然严重心脏衰竭如果没有好好治疗跟改变习惯,五年死亡率逼近50%,比癌症还要高。 但是,目前,目前,目前透过冠状动脉疾病,CAT,跨团队整合照护,不但能救回一条命,还能稳定控制病情。 心脏衰竭,最常见症状,泪,喘,肿。 心脏衰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泪,喘,肿,或夜晚忽然胸闷难耐。 心脏衰竭的高危险族群主要包括,患有三高,或有心脏疾病家族史的人,都是心脏衰竭的高危险族群,也必须特别注意。 严重心脏衰竭,通过跨团队整合照护,有助稳定控制病情。 国泰综合医院 国泰综合医院曾收治一名70岁抽烟40年历史的男性,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长达12年,做过心导管制放支架,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也因心律不整问题制放心是无导腺心脏节律器。 。 有一天,英雄们,呼吸喘,脚肿急诊秀1,检查发现病人的左心是射出分率,EF,僅16%,正常心脏功能约50%至60%,低于35%为严重心脏衰竭。 。 病人呼吸喘,无法走路,连从客厅走到厕所短短路程都无法办到,也无法平躺入睡,生活大受影响。 。 ,面具体稳定控制病人的资所厕所短短路程都无法做 。 国泰综合医院理发昆院长指出,国泰综合医院心脏团队是全国第一家通过财团法人医院评鉴即医疗品质测进会、医测会、冠状动脉疾病、CAT、照护品质认证的医院。 继2009年通过后,10年来本院在心脏及各疾病领域上不断追求卓越,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在心脏领域方面除追求医疗品质,相继建制复合式手术室,成立心血管中心等,全面提升医疗品质。 开心手术累计器精达9000例,各项心脏手术成功率始终维持高标,包括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成功率98%以上,心脏半膜开心手术成功率97%以上,急性大动脉玻璃手术成功率达90%以上的。 由于成果丰硕,3月28日荣获医测会颁发10年有成,追求卓越奖,表示医院追求卓越医疗品质努力,获得一致的肯定,并为患者带来福祉。 Zither Harp